一次性打火机五毛钱一个 谁知道这玩意是怎么赚钱的 拆开之后你会发现哈 看起来不起眼但竟然有多达二十几个零件 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一次性打火机的工作原理 咱们先把它弄开 最上面的就是火焰防护罩起到防风的作用 按压开关用于点燃打火机的按钮 接下来就是和喷嘴连接的弹簧 打火机内部气体从喷嘴喷出 火焰调节器可以调节气体流量 左右转动实现控制火焰大小 压力杠杆 当开关推动杠杆向下运动时 另一侧则带动喷嘴上移 从而使气体从喷嘴流出 火焰调节器主体 可体用于保护按压开关 接下来就是整个打火机最核心部件压电打火器 小时候用它来电同桌 可好玩了 按压开关就会产生放电 瞬间电压接近上万伏 原理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可以将压力转化为电能的装置 其核心是里面的压电陶瓷 要是复杂了说那可老复杂了 涉及到的可是高端物理学原理 气体流通组件 用于将气体输送至喷嘴 接下来就是用于储存依然钉丸气体的塑料外壳 最后咱们再来看一下完整的点火过程 按压开关带动压电打火器点火 同时气体从喷嘴流出 遇到电火花被瞬间点燃 所以可别小瞧了一次性打火机